大家好,欢迎收看关页植物小笔记 我是邱明,带您一起认识室内植物,绿化居家环境 今天,来聊聊两款颜值系,新手友善植物 白金葛,与白泉黄金葛,植物特性与养护指南 白金葛,以及白泉黄金葛,都是由黄金葛延伸而来的品种 容易照顾养护 适合放在居家环境中,作为室内绿植 与黄金葛不同的是,白金葛与白泉黄金葛的金结与叶片,较为密集短浅 生长的速度,也比一般黄金葛来得缓慢 它们同样具有气生根,可以减去任何一段金结来繁殖 叶片增添了乳白,或浅黄的色斑 使得植株添加了极许灵巧亮眼的气质 风情万千,百看不腻 是很抢眼的存在 白金葛的叶片较为小巧 不规则的银白色斑,是它的最大特色 因着叶片绿色较少,所以光照需求也较少一些 白泉黄金葛则是有波浪状的叶片 大片乳黄白色相间的色斑,拥有一种泼墨的美感 也被称为油画黄金葛 品种名取自印度范文的Mundula 有泉水,美丽的,令人喜爱的意思 白金葛与白泉黄金葛的养护指南 白金葛与白泉黄金葛,都是通过圆艺技术,所培育出来的品种 生长条件相似,也十分容易照顾 它们新生的叶子,色则会略微而黄 成熟之后逐渐变白 白金葛与白泉黄金葛,在足够的自然散射光 或室内的间接光线之中,都可以生长良好 也能够在微弱的光源之下生存,相当耐阴 然而,若长期处于光照不足中 则会使叶片色则减退,叶斑减少,失去观赏性 植株也会变得不健康强壮 在光线明亮的空间,会让植株生长更加健康 金叶也会更为致密 叶斑会较为灿烂多变,更显美丽 白金葛与白泉黄金葛 喜欢透气且保水性加的土壤戒指 可以混合泥碳土、珍珠时,椰茜土、椰块,来种植 不需要每日浇水 当土壤戒指干燥时,再给予水分即可 害怕戒指积水,必须让植株保持在稳定的干湿循环中 使根部能够保持透气 在通风不佳的环境中,记得减少浇水频率 如果叶片忽然发黄,或者发黑 可能是浇水过度所致 此时,需要减少浇水的频率 在夏季植物生长期间,需要增加浇水的频率 冬天时,因叶片蒸散作用较缓慢 则是要减少给水 白金葛适宜生长温度在摄氏16到摄氏28度之间 白泉黄金葛则是摄氏21到摄氏32度 喜欢温暖的气候 冬天的时候,需要注意避免叶片冻伤 白金葛在一般室内的低湿度环境即可 也能够接受高湿度的环境 白泉黄金葛则喜欢较高的湿度 在湿度60-90%的环境中,可以生长得更好 白金葛与白泉黄金葛,都是豪羊且耐看的绿植 生命力强,具环境耐受性,也少有虫害 植株省色强艳,可以为居家环境增添绿意 适合在室内摆放一盆 以上是这回的内容,如果您喜欢这次的信息 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